近一周,英国持续发生大规模暴乱 导火索是英国南港一个17岁男子突然闯入当地义幼儿舞蹈班 正在善客的多名幼儿被砍伤,三名确认死亡 迅速引发整个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于媒体上有传言称行凶者与伊斯兰教或非法移民有关 本就对政策现状不满的极右翼民众开始举行抗议游行 而后,事态愈演愈烈 警方之后证实嫌犯是英国当地出生的人 但人们行为逐渐失控,出现大规模打砸抢,焚烧汽车等暴力行为 近两日,有多达39个英国城市出现暴乱迹象,近百人被捕 马斯克也在社媒发文称,英国内战,一触即发 由于骚乱是社交媒体发布虚假信息引起 英国首相凯尔·斯塔默非常愤怒,对媒体说道 在城镇中,数百名暴徒与警察发生冲突 砸碎了收容来自非洲和中东寻求庇护者居住的酒店窗户 向清真寺扔石头,吓坏了当地社区 随着抗疫和暴力的蔓延,英国各地加强安保 全部警察上街保卫民众安全 水环委员 fail 遍